我们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善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八华王喀玛巴 敬礼徒登达吉上师 我们敬礼谭承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师母 丹真甲措图登实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联名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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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阿民哥, ケケロモチョ, スコイン, イチバ, キモチイ, ジュミン, ヤビ, プリンプリン, コマワ。 今天我們是修觀世音菩薩的法。 觀世音菩薩有千百億法身。 就是我們常常講千处祈求千处獻苦海常坐渡仁舟。 他度化了眾生最多。 而且這一尊菩薩只要是佛教徒或者甚至非佛教徒都知道觀世音菩薩。 一般的觀世音菩薩, 他的顯現, 我們常常在普門品裡面, 上回有提到過, 這觀世音菩薩, 他的隨順, 也就是說, 你是怎麼樣子? 他就是顯化怎麼樣子來度。 他的顯化, 而且曾經提到, 大聖翻喜天, 過期也提到大聖翻喜天。 那麽也是觀世音菩薩顯現的, 甚至密教的一個很大的護法。 他也是觀世音菩薩, 大黑天。 他也是觀世音菩薩的發現, 觀世音菩薩的發現。 很多觀世音菩薩, 很多觀世音菩薩都是顯現的。 像馬頭明王, 馬頭明王, 其實也是觀世音菩薩的發現。 馬頭明王也是觀世音菩薩的發現。 那馬頭明王也是觀世音菩薩的發現。 很多的金剛神, 也都是觀世音菩薩的發現。 所以他的變化無窮, 觀世音菩薩的變化無窮。 首度的眾生是最多, 民生最大的, 民氣最大的, 也是觀世音菩薩。 也是觀世音菩薩。 他常常以這個慈悲的現象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成為這個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你看一部西游記, 五成恩寫的西游記。 每一次唐商戰有難, 三個弟子救度不及。 大部分都是觀世音菩薩, 出現來救唐商戰。 在西游記裡面也是這樣子。 哪一部西游記裡面都是觀世音菩薩, 顯化的非常的多。 講幾個笑話。 我当兵的时候 连长派人去执行一项危险的任务 他讲 谁愿意弃就请跨前一步 结果 这项倒霉的差异 是进落到我的头上 结果问你为什么要跨前一步呢 他讲 不是 是我的行动慢一点 没有跟其他人后退一步 他没有一个人跨前一步的 只是大家都后退一步 他没有而已 小明的儿子爱陶穴说法 为此小明就高价 买了一个侧方的机器人 一日儿子晚归 小明问去哪里了 儿子讲去图书馆 这个机器人一巴掌就 就赏了他一巴掌 这时候儿子才讲 这时候儿子才讲去同学家看A片 小明讲胆子好大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过 就机器人随即给小明打一个巴掌 这个妻子就很生气 对小明讲 活该 对儿子这么苛刻 怎么说 他都是你亲生的 结果 结果机器人又给他妻子打了一个耳光 我们将来有测访的机器人 大家最好不要买 某一个晚上 小明的妈妈哭着 绷进家门 爸妈就问小明 你妈妈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哭成这样子呢 小明讲 因为我们去参加学校的鬼夜创意化妆比赛 结果妈妈得到第一名 爸爸讲第一名不错啊 小明讲 但是妈妈是去看比赛的 她便没有参赛 有一个同事 那天陪着老婆去 自己产检拍了3D的胎儿照 照片出来的时候啊 夫妻两个很高兴的看着 聊的内容不外敷 这个宝宝像谁 哪里又像谁 正当两人进行上述甜蜜的对话时 医生却对着爸爸讲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先生的脸马上垮了下来 孩子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太太吓着了 老公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 当两人快要吵起来的时候 医生这个时候才讲 这章才是 刚才是拿错 这个医生实在是讲话 要小心一点 现在进入 你问我答 印尼的莲花响响 莲花响响问的 师尊师母佛安 悦师佛佛体安康 长寿至战 弟子祥请示师佛 黑面金母管音 请问师尊 所谓的管音 所谓的管音 除了抓鬼 黑面金母 心咒是佛 也有以下的超度三大主要法力 超度三大主要法力 A 向不空坚守观音 等隐金刚 什么样的鬼魂 黑面金母 都有办法超度 B 向阿弥陀佛往生咒 及文书往生咒 杀业重者 可以修持 黑面金母心咒 超度 消杀业 C 黑面金母心咒 也可以加持杀 或敏 灑在弧幕上 可以超度 他问题有三样 他意思讲说 黑面金母居然是管音的 那么他是不是能够 像不空坚守观音 等隐金刚一样 他都有办法超度 第二个 像阿弥陀佛的往生咒 即文书往生咒 他也一样可以 做超度 杀业重的也可以超度 西 那么黑面金母的心咒 也可以加持杀后米 撒在弧幕上 可以超度 他问 就是说超度三大主要法力 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这位印尼的莲花想想 黑面金母 这黑面金母管音 他很喜欢抓鬼 但是以前我们讲 他对七族这些鬼很厉害 但是是不是他也管超度 他说 主委的想法怎么样 主委的想法怎么样 可以不可以 他这个问题 真的是 真的是 可以讲是不是问题的问题 不是问题 为什么不是问题的问题呢? 怎么讲 好啦,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吧 像我们西雅图雷藏寺的助持 对不对?他就是助持 他可以有监验 我们西雅图雷藏寺有监验 目前有监验 有秘书 有会计 有四种 他可以这样子讲 那个助持 当然可以管会计 也可以管秘书 那么他也可以管这个 管 管 管监验的工作 什么都可以管 他什么都可以管 但是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每一个都要管 如果每一个都要管很辛苦 你就把工作分配给他们 他们做出一个成绩 做出一个成绩 把报告给助持 就可以了 他不用亲自去管 只要你把看到那个成绩 他做得很好 做得怎么样 你就马上就看得出来了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像摇慈金母一样 他当然什么都可以管 摇慈金母 因为他的法力非常的大 其实我每天晚上 在做超度的时候 我是用斧陀金刚 跟摇慈金母 在做超度 这一次法会 我会跟大家讲 我是怎么样做超度 我会从头到尾 演一遍给大家看 一面演 一面解说 给大家看 不只是说黑面金母 黑面金母也是摇慈金母所发出来的 便色金母也是摇慈金母所发出来的 金色金母也是摇慈金母所发出来的 斧陀金刚也是摇慈金母发出来的 但是各有他的任务 各有他的任务 不一定要管到什么 那么黑面金母就是专门管阴的 他难 他就是欺逐那些不好的鬼 抓那些不好的鬼 是黑面金母的责任 超度不超度 另外还有别的超度的金母 像斧头金刚啊 瑶泽金母都可以超度啊 不一定要黑面金母来超度啊 所以你看那个 你自己也是这样子讲的 不空坚守观音等隐金刚 就平等皆宜 那你直接用不空坚守观音 他是等隐金刚 那么他就可以做超度的工作 阿弥陀佛也做超度的工作 文殊实力菩萨也做超度的工作 地藏王菩萨也可以做超度的工作 那何必扯到黑面金母呢 对不对 你就不用再讲到黑面金母了嘛 那么多都可以做到超度 你也懂得阿弥陀佛的往生奏 也懂得文殊菩萨的往生奏 你就用文殊菩萨的超度法 阿弥陀佛的超度法 或不空坚守观音等隐金刚的超度法就可以了 要加持沙根米撒在墳墓上的 用尊圣咒就可以了 何必又要黑面金母呢 对不对 你念尊圣咒就可以了 尊圣托罗尼咒 就可以加持沙根米 各有工作嘛 你不能说他全包了 等到地藏王菩萨要来做超度的时候 黑面金母已经做了 不空坚守观音要来做 等隐金章要来做超度的时候 黑面金母已经做了 然后阿弥陀佛也不用做了 文珠势力菩萨也不用做了 全部由黑面金母包了 所以阿你的名字叫做 我不知道莲花翔翔是男的还是女的 早餐你也包了 午餐你也包了 晚餐你也包了 宵夜你也包了 买零食吃你也包了 一切吃的你都包了 食衣住行什么你都包了 你当然什么都会做 不一定啊 修冷气 他有专长的 有专长 他的专长是做什么 就让他做什么 我们人也是一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专长 能够做什么事情 就做什么事情 不能将他全部都包了 你所有的都叫黑面金母包了 那师尊也不用超度了 黑面金母了 你来做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名字很好 莲花想想 你也应该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包了 是这样吧 我回答就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当然了 像我们的经验 像我们的秘书 他们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负给他的责任 就是你当监验 你的责任就是监验 秘书 负给他的责任 你当秘书就是秘书 会计 你当会计就是做会计的工作 这是一个责任上的问题 你如果是做会计的 你突然间你也要管到监验来 那就是那个叫做管太多 不过好像监验是什么都管 但会计 会计要管监验 那就不太对了 我们觉得就是不太对 但是监验是什么都管 他所有的人做任何事情 他都要他都要注意到 等于是监察验 监验就等于监察验一样 做专门做监察的工作 我接的就是诈验 他这边写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菜市场来了一个乞丐 有的人给他钱 但大多数的人没给 他把给他钱的人的柱子都寄了下来 结果过了几个小时 一辆这个便利的车停在他面前 他上了车 就是挨家挨富的还钱 而且是十倍的还 给他一块的还他十块 给他五块的还他五十块 所有菜市场的人都惊呆了 第二天他又来做乞丐了 所有市场里面的人全部给他钱 而且给他一百的 就是给他一千的 钱的背面都写着柱子 不到一个小时 那个乞丐被拿走七八万 后来那个乞丐走了 便利的车也没来 他也没有给那些人钱 还给他多少钱 这是一个骗术 这边 现在的骗子也很厉害的 先给你一点小力 然后再骗你大钱 就是这样子 注意啊 有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现在在全世界到很风行 最早的发源地是台湾 一个小和尚问住持 你出家以前你喝过酒吗 住持回答 醉过 醉过 这小和尚问 你到底是喝过没有啊 这住持就回答了 你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啊 你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啊 都跟你讲醉过醉过了嘛 还问 他已经醉过了 喝酒醉过 这个小明写的 咒文啊 他题目是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是一个 都面体 在他身上演出了一部西游记 我的妈妈 身体 就像猪八戒 她的头华啊 就像 这个 雾镜 雾镜啊 沙悟镜 他的头华叫沙悟镜 沙悟镜的头华是什么样子 他的嘴巴啊 就像唐商战一样 非常的唠叨 唠叨叨叨的 就像唐僧一样的 非常的唠叨 他的脾气啊 就像孙悟空一样 每天拿走这个 鸡毛挡子 就一拼命打我们 动不动就乱发脾气 孙悟空 这个就是我的妈妈 那老师的评语在底下写着 记得这个作文要给你妈妈签名 把自己的妈妈形容 这个 身体啊 像猪八戒 脾气相顺悟空 嘴巴像唐商战 唠唠叨叨 头发像这个沙悟镜 真的 小明又写了十一首 啊 我的妈妈美如鲜花 哎呀 我的爸爸愁如泥巴 咦 为何妈妈爱着爸爸 哎呀终于知道了 因为花离不开泥巴 这老师评语啊 老师写了 这个孩子啊 绝对是写诗的天才 好了 我们讲《唯摩节经》 今天讲到这一句 善解法相 知众生根 善解法相 知众生根 这一句看起来是没有什么 啊 啊 很简单啊 你懂得 世间上的 一切的这个现象 懂得 这个世界上 法 就是一些环 一些现象 法就是现象 啊 你知道 一切的现象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众生的根器 这个根就是 知道众生的根器 大比丘大菩萨都知道 众生的 众生根 是什么 他的根器 大菩萨 大比丘 大菩萨 都知道 这个 这句话很简单就可以解了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讲 什么是善解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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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无自信 《金刚经》里面讲 全部都是一盒相 全部都是一盒相 所有一切的相 都是一盒相 一切法 一切法相 都是一盒相 我曾经比喻过嘛 房子 是一盒相 都无自信 本来你把它分解掉 房子分解掉了 钉子归钉子 木头归木头 水泥归水泥 沙归沙 什么把它分解掉了 一栋房子 塑胶 塑胶了 玻璃的 门窗的 木头的 把它全部分解 通通都没有自信 本来房子 建起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是可以住人 它是可以住人 可以遮风 可以挡雨 有一个范围 但是房子的本身的 它本身的意义 房子只要拆掉 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空无自信 空无自信 空的 房子拆掉了 就空了 也没有自信 也不是能够遮风 遮雨 也不是能够住人 这是空的 我比喻房子 有比喻车子 一样 都是一样的 还有人 也是一样的 空无自信 每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 就是地 水 佛 空 空 这五种东西 地 分散 什么都没有 地 水佛 空 一分散就没有了 地 地 就是骨跟肉 水 就是你身体的血液 佛 就是温度 你身上的 平时保持着温度 空 这个 空 就是浮进去的气 跟吐出来的气 是呼吸 那你分散了 这四大分散了 地水火空分散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叫空无自信 所以善解法相是一切的法都是空无自信 这是第一个善解法相 但是在现象上面讲起来 就有所谓的差别相 就有差别相 在现象讲起来就有差别相了 我们单单指一个人好了 这个人本身的 像貌 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 其实一个 一个眼睛 一个眉毛 一个鼻子 一个耳朵 一个嘴巴 在一张脸上面 就只有这些东西 但是就有差别相 就通通都不同了 这个叫做差别相 所以单单人的相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很简单的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就只有这几样东西 但是它一凑起来 它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这种叫做差别相 一个是空 一个是空无自信 一个是 所有种种东西都有差别相 全部都有差别相 这大菩萨 大比丘 都懂得空无自信 也懂得所有的差别相 这叫善结法相 叫做善结法相 所以有时候啊 更深一点的话 就像以前算命的写着 善观气色 他能够看出你身上的气 看你身上的颜色 就能够知道 就懂得这个人 这叫善观气色 这个善结法相 就好像是 他一看到你这个人 他一看到你这个人 他就知道 这个人 能赚多少钱 这个人是一个倒霉鬼 这个人是善相 就是好的好人 这个人是恶相 是一个恶人 这个人身上的气 有光 他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光 好像是白色的光 那是修行人的光 红色的光 是属于善人的光 黄色的光 是属于有钱人的光 灰色的光 是倒霉的光 黑色的光 那是恶人的光 黑色的气 产生出来 这个是一个心地很不好的人 看那个气 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看人身上的气 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 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 色 好像是看到我们身上的颜色 这个人脸有病龙 脸上有病龙 就知道他是生病的 看他的脸 一脸的衰气 就知道这个人是在做走倒霉运 看到这个人 满面红光 像帽颜毛 就知道这个人是有钱人 因为他生活过得很好 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颜色啊 看他的色 这个人看他的眼神 就看出他的神色 鬼鬼祟祟祟的 也不是小偷就是在干坏事 这叫做善相 善解法相 所有一切法都无自信 空无自信 但是其中 也从现象上看起来 也都是有差别的相 有差别的相 他懂得这样子的 叫做善解法相 知众生根 知众生根 这个就是说 这个是大比丘大菩萨 他可以看到人的心里 看到人的心里 这个人一看 这个根本就是猪八戒 为什么 好色 猪八戒好色 舌尊讲过 那个酒家 台湾的酒家 跟这个舞厅 他们也拜神 那神供的都是猪八戒 就是希望男人就变成猪哥 到酒家去喝酒 到舞厅去跳舞 他们供的 或者是更不好的 更下级的场所 供的都是猪八戒 知众生当时的时候也随顺 给猪八戒开过光 开光 来看 知众生根 这个人像猪八戒 就知道这个人是好色 来看 那大菩萨一看 这个人是贪财的 贪财 爱钱的 贪财的很多 我们知道这都是贪财的 大菩萨也知道 你贪的是什么 这叫做知众生根 你贪财 有些人贪财 有些人贪民 贪民啊 他喜欢做什么 就是喜欢当这个 贪民的也蛮多的 想做官的也都是贪民的 做官也是贪民的 做官又贪财又贪民 有的也贪色 总之他也有分出来 贪色的 贪民的 贪财的 另外呢 还有很多习性 众生根 这个根啊 就是根气 有很多 我们真谋中 最出名的 就是 一只蓝多虫 一只蓝多虫 他的前身 多是虫 一只眼睛虫 一只肚子虫 哎呀他的前身 多是虫 他前身都是虫 一只蓝多虫 什么虫 蓝多虫 蓝多虫 托吉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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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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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中里面摩尼的 出家人不能够精进 就是懒惰 不精进就是懒惰 然后我们讲那个精进好了 然后我们讲那个精进好了 早上起来就是要整理自己的床 就是要整理自己的床 Betal walk Betal walk 小孩子我们小的时候一起来 爸爸妈妈就叫你把棉被叠好 这个Betal walk 那Betal 给他walk 床的工作 先把棉被叠好 枕头摆好 什么东西都摆好 牙缸 牙刷 刷牙 这个 眼睛 都要掉好 规规矩矩的 这个内物通通都要做得很好 像这些懒斗虫啊 一起床棉被一踢 我问一个 加拿大来的一个女生 我问你为什么一起床把棉被就一踢呢 她的回答 怎么回答 晚上还要盖啊 她回答说晚上还要拉过来盖啊 为什么要折棉被呢 她真的是不懂耶 真的没有教育 我们小的时候早上起床 就是要折棉被 要把东西通通都摆好 衣服都要掉好 每天早上要穿的衣服先折一折放在自己的床边 要上鞋的帽子 衣服全部折在床边 早上起来就要穿的 然后起来做什么事情 撒扫停烟 先扫地 拿扫拔 先把家里扫好 再到外面门口 家庭门口 把垃圾扫好 整理好 然后再撒水 你看我们以前上课下课的时候 还不是要先把桌椅通通都擦干净 把桌椅全部摆好 还要扫地把教室扫干净 还要撒水 学校也是教我们这样子的 去到学校也要先把教室弄干净 桌椅摆好 那职日生都要管的 这些出家人都要做 先把自己的房间的地毯先吸干净 每天保持干净 每天保持干净 不要水倒下去也不管 那地毯就黑了 黑了那个炸 你喝了咖啡倒在地毯上 也不行 那酱油 整个地毯给你弄得乌七八糟的 不能保持干净 这都不对的 所以内物很重要 你自己住的地方都不干净 你的人哪里会干净 你心哪里会干净 从外到内 这就是众生根 很多人 众生的根性 习性非常重要 很多人习性 养成懒惰的习惯 那你就一辈子完了 将来都当懒惰虫 一直懒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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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牵身多是虫 一只眼睛虫 一直肚子虫 哎呀他的牵身多是虫 这懒惰虫 这懒惰虫 我们出家人千万不要做懒惰虫 衣服保足的干净 你不能发出臭味啊,走到哪里人家闲啊 所以这是众生的根性 还有很多小气鬼 小气也是一种根性 一毛不拔 一毛不拔也是小气鬼 有的人很骄傲 有的人很骄傲 骄傲也是一种习性 很骄傲也是一种习性 所以这是众生的根性 众生的根气 我们知道众生的根气 大菩萨都知道众生的根气 因为他眼睛一看他就清楚明白 看到里面 看到你心里在想什么 这叫做知众生根 有些人不讲道理 那你最好不要讲道理 那你最好不要讲道理 因为你跟老板讲道理 那你保证被老板辞职 你跟太太讲道理 那早晚就要离婚 早晚就要离婚 那跟自己的上司讲道理 你就会被辞职 你就会被辞职 跟太太讲道理 跟太太讲道理 早晚就要离婚 那懂得这个人的根性 懂得这个人的根性 这个叫做菩萨知众生根 根气 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谁是上根气 阿底侠尊者 他有写三世道 他有写过三世道 阿底侠尊者 另外呢 皇教的教主 宗卡巴 他写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就是依照阿底侠尊者的三世道 所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分成三种 上世道 根气好的 你可以修到佛菩萨 我是简单给他分 中等根气的中世道 他可以到诸天 到可以到所有的天界 下世道 可以转世到好的地方 下世道可以转世到好一点的地方 所以修行也分三种 一个是上根气 一个是中根气 一个是下根气 一种是下根气 那要如何引导大菩萨大比丘都知道 这个叫做知众生根 这样知道吗 所以善解法相知众生根 也就是大比丘大菩萨他们都懂得 懂得善解法相知众生根 这一季 师尊就把它讲解得很 让大家都知道 好 现在几点了 十点 十点 这个好笑吗 公司有一个同事 平日是很寒酸的 但最近他都穿着 这个名牌的服装 午餐呢 本来他是吃四十块钱的乳酪饭 升级到一百四十块钱的牛肉面 下班也不再走路踏捷音 而是叫车接送 同事间议论纷纷 以为他中了乐透彩 最后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是跟你朋友分手 这好笑吗 好笑 钱大概都是给你朋友发光 分手以后他就有钱 关于众乐特彩 我们最近又有一个众头奖 是这样的 连床上就知道 对啊 那个是马来西亚的 又是马来西亚的 这个是万能的头奖 哦 他是万能 马来西亚有多多 也有万能 万能奖 万能的头奖 又一个中头奖 已经两个中头奖 一个是中多多的头奖 一个是中万能的头奖 你看 那天 我们才修了这个 沟财天女 看到了满地钻石 就知道会有人中奖 而且中的都是头奖 而且中的都是头奖 一个是多多的头奖 一个是万能的头奖 一个是万能的头奖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拿给师尊加持 因为师尊从来 从来没有中过奖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我从来没有中过奖 只是 真的 我们没有买 当然 不会有机会 中奖 但是 已经一切都够了 很多东西都是地址 供养的 很多东西地址供养的 已经很满足了 在众也没意思 在一个山路上 在一个山路上 小明就把锁伸过去 师基仔细看了 以后说 好吧 看你的生命线 还是蛮长的 就让你踏车 上车吧 小明不了解就问 师基先生 为什么踏车 要看我的生命线 师基回答 因为我的刹车坏了 这也是笑话 明天我们再讲 盖诸大众得无所谓 所以 明天我们再讲吧 只能讲到这里 O Maneke Menehu